小小故事物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小小故事物聽故事囉 今天是我,貝貝,來跟大家說故事 今天要說的故事是一種動物喔 牠有兩個大大的眼睛 還有兩個像剪刀一樣的手 而且牠還會吐泡泡,啵啵啵啵啵啵 還有八隻腳,你們猜一猜是什麼動物啊 啊,對,就是螃蟹 我認識的這隻螃蟹,牠叫做泡泡 泡泡現在長到了,牠也想要跟大家一樣出去工作 泡泡走一走走一走,看到了圖書館 牠很想要進去工作喔 館長看一看 嗯,你啊,有八隻腳 嗯,一定可以把書放得又快又好 可是,才工作沒多久 牠就被館長開除了 發生什麼事了呀 我不是故意把書撿壞的 喔,原來牠把書都撿壞了 不過沒關係,泡泡繼續找工作 還找到一個布店喔 布店的老闆看到牠也說 嗯,你有一對大剪刀 應該可以把布剪得又直又好 但是,過沒多久 但是,過沒多久,牠也被布店老闆開除了 又發生什麼事了呀 我的泡泡把布弄髒了,對不起 唉唷,原來牠把布都弄髒了 泡泡好難過喔 牠跑去看醫生 醫生,你可以幫我把我的大剪刀拔掉嗎 你可以治好我一直冒泡泡的病嗎 醫生啊,聽一聽泡泡的說的話 也跟泡泡說,泡泡,你想一想喔 大剪刀跟土泡泡都是你的特點 如果沒有這兩個東西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嗯,沒有大剪刀 我就不能打敗壞壞人了 如果我不會冒泡泡的話 那我就只能一直待在水裡面 不能爬到岸上了 嗯,對呀 所以啊,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找到適合你的工作的 嗯,在醫生的鼓勵之下 泡泡繼續找工作 找到了一個肥皂店喔 肥皂店只有一個老闆 每天用刀子 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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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又努力把肥皂切成不同形狀 泡泡啊,這次進去找工作 老闆看到他有一個大剪刀很高興 就說 好,我让你帮我把肥皂都剪成不同的样子 太好了,我找到工作了 这次泡泡把工作做得很好哦 她一下子就把肥皂切成很多漂亮的行长 而且泡泡很开心就吐出了好多好多的泡泡 让肥皂店看起来好漂亮 很多人都来这里买肥皂哦 肥皂店的生意好好哦 老板很开心,泡泡找到工作了也很开心哦 小朋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很特别很厉害的地方哦 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哦 今天贝贝故事说到这边 下次我们小小故事物再见 拜拜 小朋友,你们喜欢听故事吗? 喜欢听故事的话 欢迎订阅我们赵喀亲子频道 每个礼拜二、礼拜四都有不一样的故事 在小小故事屋哦 那我们下次故事屋见咯 拜拜